大家好 我是王肖 本周经过一年办的政治僵局和连续三次大选之后 以色列第三十五届政府宣誓就职 内塔尼亚胡再次成为总理 根据权力之间的博弈 他同意此次只担任总理18个月 他还表示将在未来数月内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 随后巴勒斯坦方面表示将停止旅行 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 中东再入阴霾 其实以色列一直是华人世界非常喜欢吹捧的国家和民族之一 什么爱学习 勤劳工作 天资聪颖 信仰深刻 不知道以为这个国家是天降盟国 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我们要如何看待 如何去媚 如何用一个理性的角度观察 本集消化一下 我们就聊聊工具国家以色列 首先各位注意 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而不是犹太民族 所以今天不会花大篇幅讨论什么犹太教的神话 或者犹太人的社区凝聚力这些话题 而是主要着眼于现代以色列的出生和社会现状 那我们先说一下以色列的建国史 要说犹太民族的起源就要追溯到阿拉伯半岛的陕米特人 传说中陕是造方舟的那个诺亚的儿子 实际上这是个语言学概念 说的是两河地区操阿卡德语的人 民族起源角度来看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源兴起于以色列地区 由于实际情况难以考证 圣经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大家都知道圣经分旧约和新约 指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分别和上帝做了约定 基督徒旧约新约全都看 而犹太教徒只看旧约 不认为耶稣是救世主 根据旧约的传说 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回到迦南地 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建立了以色列王国 以色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与天使摔跤之人 他们在耶路撒冷修造圣殿 是传说中的高光时刻 罗马帝国征服这里以后 犹太人反抗被赶出家乡 从此成为了流浪的文化民族 那什么叫文化民族呢 由于犹太人流浪到各地不可避免 和当地社会发生融合 生活习惯 语言 甚至血统都会发生改变 唯一的纽带就是宗教信仰 旧约 也就是犹太圣经 再加上塔姆德法典 合起来就是犹太人的百科全书 依靠宗教学者拉比 首口相传 1947年中东出土了死海文书 是最古老的西伯来文圣经抄本 内容和现在流传的版本差异很小 算是一个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奇迹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情况 给犹太人留出了一个生存空间 当时 欧洲上层是国王 教会和领主 他们靠占据耕地 剥削农民 作为经济基础 犹太人不是基督徒 而且 基督徒还认为犹太人出卖了耶稣 所以 犹太人是挤不进这个核心圈的 为了安身立命 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行当 当时有两个行业 被人视为奇因巧计 一个是占卜 一个是金融 吉普赛人去玩水晶球了 而犹太人选择玩金融 但是 在旧约全书生命纪的不同解读上 基督徒认为 不是敌人就是兄弟 给兄弟放贷 那属于偷盗 而犹太教的理解 是只有犹太人是天选的 给外人放贷是没问题的 所谓难怕入错行 都是流浪民族 玩水晶球的吉普赛人 该流浪还是在流浪 而入对行的犹太人 如今有钱 有势 有国家 有大腿 另外 犹太人为了传承信仰 还特别注重读写教育 有钱有文化 文盲封建领主 很喜欢让犹太人 充当基层行政官吏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犹太人越是维持文化传统 就越容易获得领主们的赏识 但也因此 越难融入当地社会 久而久之 犹太人的形象就越来越差 要么就是帮领主们 干灰活的官吏 要么就是放贷的黑心商人 比如 中学课本 有威尼斯商人的节选 我当时就很奇怪 为什么犹太商人 夏洛克借钱给安东尼奥 最后败诉本钱都拿不回来 因为中世纪基督教 反对高利贷牟利 但是社会运行 必然需要金融服务 这个活儿又只有犹太人干 主流社会 仇视实力群体 结局就是赔了女儿 又折了兵 连夏洛克这个词都成了 贪得无厌放债者的代称 大家注意 这还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 犹太人就是个丑角 这是西欧 而去了东欧的犹太人 主要是做手工业的 生产先进的工具 当时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 发现抓走犹太人 当地很多先进设施都造不出来了 OK 那到了19世纪 各国基于历史传统 发明出了民族主义这个戾气 我们节目是说过的 好的民族主义增强凝聚力 坏的民族主义造成种族仇杀 犹太人一来不融合 主流社会 二来又非常富有 自然会成为打击对象 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 犹太精英们不会乖乖做好等着挨打 于是就开始琢磨 搞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 1890年代 赫茨尔创办了世界西安主义组织 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西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 象征以色列 他们选了两个地方 当做新的以色列国的根据地 一个是阿根廷 一个是巴勒斯坦 前者是土地肥沃 人口稀少 但后者是圣经中的应许之地 1903年 英国人还在乌干达 给犹太人批了5000平方英里的地 犹太人组团去看了一下 发现当地气候还不错 但是马赛人太多了 狮子有点多 时动然聚 再到后来 1904年 赫茨尔去世 西安主义发生了一次分流 一批人决定主攻巴勒斯坦 在一战前 就已经有4万犹太人 通过买地去了巴勒斯坦 所以他们决定利用基金会和公司 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买地 而另外一批人认为 回归应许之地是华尔布什的 他们觉得犹太是一种信仰 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不主张建国 但是欧洲压迫的确太狠 这部分人大部分去了美国 前面说过 犹太人重视商业和知识 恰逢美国度金年代 这些人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跳出了劳工群体 发家了 成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一战是一个转折点 当时 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是对手 为了打击奥斯曼 英国各种发动群众 1917年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夫 给英国犹太人领袖 罗斯柴尔德南爵写了封信 英王陛下政府 赞成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将尽最大努力促成其实现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夫宣言 啥是民族家园 不确定 怎么实现 不说 但相当于表态了 犹太复国圈子 瞬间沸腾 出人 出钱 出力 这里我说一个题外话 自英国犹太人领袖 罗斯柴尔德南爵起 这个家族就开始生根发芽 成为了 是欧洲乃至世界九富盛民的金融家族 如果说谁自称 奥特曼尼 那奥特曼尼的老祖 肯定是避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他们的官方一名 其实是洛西尔 但坊间一直有他们统治世界的传说 炒作这个话题主要有两个人 一个是哈佛的教授尼尔弗格森 另外一个是货币战争的作者 他们都进行了大量的主观议测 由于阴谋论太逼真 导致同仁逼死官方 大家都知道罗斯柴尔德 却不知道洛西尔 罗氏虽然很富有 很有影响力 但是统治世界这么牛的事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吹牛的广告效果是挺好的 很多罗氏的员工 谈生意的时候 都会带一本货币战争 特别唬人 扯远了 说回来 其实一战 英国人对于中东那块地方 何止是承诺给了犹太人 英国人多头下注的 也承诺给了阿拉伯人独立 战后巴勒斯坦成为了英国人的控制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里 大眼瞪小眼 懵了 谁都以为这地儿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种族的仇恨那就埋了下来 英国世界脚屎棍 没得说 而以色列真正建立和新老帝国主义的交替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我们来聊聊地缘政治 英法瓜分阿拉伯世界是为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石油 现代交通和工业都需要石油 那是属于战略资源 另外一个是苏伊士运河 以前欧洲的船去亚洲要绕过非洲好望角 太远了 打通了苏伊士运河以后 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过去 属于战略通道 这两个东西是老帝国主义的支柱 二战以后 英法国力大减 美苏两超崛起 他们充分利用中东乱局 准备打代理人战争 把英法的帝国体制给拆掉 建立新秩序 二战期间 被纳粹屠杀的民族不止犹太人一个 但是美国人抓住了犹太人特殊的身份和环境 大做文章 小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代美国总统 压制英国人做承诺 二战结束以后 联合国立刻提案 将巴勒斯坦分割给当地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建国 阿拉伯人疯了 犹太人笑了 英国人说白白了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建国 英国结束托管 中东战争打小 帝国之间继续博弈 阿拉伯联盟大 但是整体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落后 真正的强国只有埃及和叙利亚 因为 英法在殖民时期最当地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建设 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新政权面对阿拉伯的汪洋大海 靠着全国动员加上海外犹太人援助扛下来了 埃及失败 国内政变 纳塞尔上台 接着第二次中东战争就打起来了 1956年 纳塞尔要国有化苏伊士运河 动了英法蛋糕 以色列需要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英法和以色列搞到一块去了 对埃及动武 美苏立刻下场支持埃及 因为这有利于拆掉英法的旧帝国体制 新帝国主义的算盘就是 两边都给武器让你们慢慢耗 美国给以色列大量武器保证不亡国 苏联给阿拉伯不成套的武器 比如只给冲锋的坦克 但是不给压阵的炮 在美苏的支持之下 英法已投降 旧帝国瓦解 美国成为西方霸主 苏联成为东方霸主 纳塞尔成为了阿拉伯盟主 之后纳塞尔又和苏联一起领导 支持了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 所以带领阿拉伯人民消灭以色列的重任 就落在了纳塞尔肩上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局势又变了 纳塞尔和苏联结交 阿拉伯联盟得到了大量的苏职武器 而美国选中了以色列 阿拉伯联盟打算和以色列决一四战 但是埃及磨磨蹭蹭调集部队包围以色列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雷声大雨点小 以色列先发制人 充分利用空军优势 压着阿拉伯联盟暴揍 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这场战争 以色列开疆阔土 占领了加沙地带 西奈半岛 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东城和格兰高地 纳塞尔丢了西奈半岛 苏联很无语 给了这么多东西 你打成这样 这不是白给吗 为了夺回西奈半岛 纳塞尔开始和以色列打消耗战 虽然埃及不是以色列的对手 但是人口上远远多于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因此发现 掌控占领区的成本已经超过收益 什么意思 以色列只能相信以色列的犹太人 所以人口就这么多 太大了管不了 没人去啃编军屯 把军队放在那里属于空耗国力 所以以色列也就意识到了 他打不进开罗 即使他能打进开罗 英法美苏也不会同意的 1970年 纳塞尔去世 萨达特上台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夺回师弟 他们立兵摸马 合纵连横 英法宣布支持埃及 西德提供了大量军援 甚至苏联都下场了 只不过压饱了叙利亚 因为埃及和苏联闹掰了 俄罗斯压叙利亚是一直压到了今天的 可以看出 虽然冷战中有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面临欧洲人的集体利益的时候 阵营之间彼此还是达成了同盟 这一次是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的较量 1973年10月6日 是穆斯林的摘月 又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按理说 两边都要休息 结果 埃及65万人 叙利亚15万人发动突袭 在最开始的两日 他们占了上风 美国这回选择支持以色列 立刻援助 并指挥联合国调停 打了20天 阿拉伯联盟伤亡5万多人 阿拉伯人认为一开始他们打得不错 就是美国干涉才坏事的 所以中东产油国们开始联合制裁美国极其盟友 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 当时逼得美国甚至要在国内发邮票 埃及认了 打不过 妥协了 以色列也累了 虽然屡战屡胜 但是人口有限 再多打几次胜仗 国家就要打光了 1978年 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 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了 埃及承认了以色列 以色列交还了西奈半岛 阿拉伯世界视埃及为叛徒 将他们逐出了阿盟 萨达特也因为妥协被极端分子刺杀 叙利亚自己玩不转 改变策略 支持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82年 巴结枪手在英国刺杀以色列外交官 以色列立刻出动 扫荡了驻扎在 黎巴嫩境内的巴结和叙利亚军队 黎巴嫩这个地方很有趣 就是中东小香港 各种乱七八糟的势力盘踞于此 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讲讲这个国家 五次战争 从这五次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 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 一直在扮演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 最后美国通过以色列 在当地彻底建立了霸权 而以色列也深知自己扮演的角色 非常清楚国家存亡 美国有责 所以以色列的头号外交政策 就是报警美国 只要美国还是世界霸主 那以色列就没有问题 所以以色列游说集团 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外国利益游说集团 自1985年以来 美国每年给以色列提供近30亿美元的援助 2019年更是一口气就给了38亿美元 占以色列军费开支的20% 这些钱又都回到了美国军火商的口袋里 县长上任 得巧立名物 拉拢豪身 交税捐款 他们交了 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 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三期分成 美国对以色列开放了几乎所有的先进武器 有些武器甚至比美军用的还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今全世界看特朗普都是笑话 只有以色列看他是神话 如果本期需要一个天降蒙男 那特朗普就是以色列的天降蒙男 开玩笑 好了 我们说说今天的以色列吧 先说经济 大家都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在宏观层面是合理的 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色列这个是人造国家 长期扮演地缘钉子和卡位怪 那就很特殊了 以色列经济高度发达 生活指数甚至超过部分西方国家 由于教育质量好 孵化和风头领域管理完善 高薪和创业领域竞争力很强 甚至能和硅谷一战 但是以色列的天花板就是国土和人口 说白了市场太小了 想做规模它就要出海 所以以色列创业者们的初心 几乎都是坐等国际大资本招案 不会诞生可以和欧美产生竞争的巨头 说白了就是找到欧美列车 把自己给欠进去 然后搭车发展 另外很多人应该不知道的是 以色列最大的出口产品 那不是科技产品 而是钻石 占到每年出口额的22% 特拉维夫和安特卫普 纽约 孟买 并称四大钻石加工中心 因为我们中国人听到最多的 就是以色列农业发达 课本上讲过 的确 以色列的国家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所以他们急约节水科技 独步全球 依靠滴灌技术 实现了95%的农业自给率 得益于死海 以色列还有发达的化工业 提供成品油 化肥 还有工业盐 还有些物美价廉的小牌护肤品 但是以色列最强的还是国防工业 这是活着的本钱 全国百强占三家 埃尔比特 以色列航空航天和拉斐尔 一年出口80到100亿美元 此前卖给美国和欧洲 近年来印度也逐渐成为大特户了 中国和以色列多次进行过国防合作 又是战斗机 霹雳八型空空导弹 菲尔康预警机 哈比无人机 有的项目是杰出过果实的 有的因为国际压力下马了 但即便如此 能让改革开放初期的军工人对标西方标准 近距离观察研发体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深入分析以色列的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 以色列经济高度依附于欧美 直接对标庞大的西方市场 又能从全世界吸引高素质移民 军工产品符合美国标准 又以中低端产品为主 价格相对低廉 不热卖才怪呢 实际上以色列就是个孤悬于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都市 现代流行工具人的概念 以色列就是一个工具型的国家 最后我们说一说社会问题吧 人口 人口 还是人口 以色列建国那是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行为 还有很多派别是不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里面的 这些派别往往人还不少 成长到今天社会分裂已经十分严重 今天的以色列同时面对三大社会撕裂现象 犹太人对阿拉伯人 欧美犹太人对亚非犹太人 极端正统犹太人对世俗犹太人 由于结构性矛盾迟迟迟无法改变 以色列社会发展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先说第一个 以色列不是只有犹太人 建国是以色列境内就有阿拉伯人 历次战争的以色列强行占领巴勒斯坦 拳打埃及脚踢叙利亚 把不少阿拉伯人纳入统治 2019年以色列人口900万 75%犹太人 20%阿拉伯人 此前阿拉伯人享有选举权 国会120席他们有10席 当个花瓶 教育体系各自分立 工作和社区也基本隔离 阿拉伯人基本上是不服兵役的 然后长久以来井水不犯河水 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搞民粹 近年来推行民族主义 2018年立法宣告 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 相当于宣布 占以色列四分之一人口的阿拉伯人 不是国民 那人为激化矛盾吗 第二就是血统碰撞 以色列建国至今 人口翻了十倍 是个彻彻底底的移民国家 1897年开第一次西安大会的时候 与会200多代表 大部分来自东欧俄罗斯 1948年建国前夜 71万犹太人 里59万是欧洲裔 10万是亚非裔 欧美裔自然而然 就成了新生国家的领导者 但大家知道 纳粹德国种族灭绝 消灭了600万犹太人 剩下的欧洲犹太人 战后基本都跑路巴勒斯坦了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亚非搬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1967年 亚非裔已经占到了 总人口的55% 直到苏联解体 又来了拨犹太人 才反超 2017年 亚非裔占到26% 欧美裔占到36% 亚非裔教育水平有限 移民后代 普遍被安置在市郊或者边疆 马太效应导致他们是越来越穷 而教育 就业工资 都和城市里面的欧美裔有差距 犹太移民来自世界各地 文化千差万别 欧美裔占据霸权地位以后 其他族裔就开始被歧视 比如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 待遇就集体恶劣 犹太事务局 甚至给埃塞裔的妇女注射避孕药 遏制这一族群的人口增长 这就相当于高种族灭绝 我灭我自己 当年纳粹那套全学过来了 说完前两个 但是威胁最大的还是宗教和士族之间的对抗 极端正统犹太教又叫做哈雷迪 这拨人认为自己的法统直追摩西 他们生活极度保守 穿着宗教服装 13岁学经 一般不和非教徒交谈 不用手机不娱乐 恪守宗教道德 哈雷迪如果只是这样的生活 充其量只是极端保守 但哈雷迪男性一生学经 不是生产 可以选择不服役 女性充当家庭主妇 教义禁止绝育 按照官方数据 哈雷迪妇女一辈子生7个孩子 剩下的就靠国家补贴养着 目前哈雷迪人口已经达到100万 占人口总数的12% 预计2065年 以色列四成犹太人都会变成哈雷迪 以前以色列用法律规定犹太国家 结果最犹太的就是哈雷迪 因此 他们长期想要以色列式的政治正确 算是另外一种天龙人 他们还有自己的政党 在议会里为自己发声 政客们为了选票搞民族主义 结果民族主义的结果就是禁锢住自己 为啥会这样呢 又要说到体制问题吗 以色列议会总共120个席位 政党门槛很低 只要3.25% 因此小党林立 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政府 为了长期执政 只好尽力拉拢极端正统派16席的支持 而此次 以色列连续18个月的政治动荡 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联盟内有人挑反 希望让哈雷迪出来工作 谈不拢吗 另外 以色列这个人造国家长期接受移民 它的历史和新中国差不多长 但人口翻了10倍 即便如此 总数也只相当于纽约 所以保持人口增长是重中之重 以色列政府就希望依靠哈雷迪 来维持犹太主体性和高生育率 但是人在生理上是传承产物 在社会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哈雷迪生育率比二战后的婴儿潮时代还要高 但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孩子既不劳动实践 也不参与社会交往 人与社会隔绝 主动去社会化 导致以色列一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纠结 现在以色列社会豢养极端正统犹太人 是政客们的私心 给他们特殊的超国民待遇 自我繁殖搞利益交换 对此 极端正统犹太人也有自己的话属 2017年 以色列最高院判定极端正统派不得免兵役 这派政党领导人就宣布 最高院的判决不符合教义 我们读经是为了在上帝那边获得权柄保卫人民 还挺振振有词的 总的来说 给以色列发展做出贡献最大的 还是那批从苏联跑回来的犹太人 总结一下 就是以色列的人口结构 在报表上看是非常健康的 年轻人多 生育率优秀 但是细看就不忍直视了 其实作为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 以色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融入当地的国际大家庭 积极合作 促进人口交流 但是以色列逃不出自己工具国家的命运 以前他们在欧洲受到封建主的照顾 就越来越不能融入当地 今天越受美国的照顾 就越不能融入当地 越不能融入就越不想融入 以至于走向反面 不断极端化和保守化 当年工党总理拉宾试图和阿拉伯人和解 最后被极端犹太人送了四颗子弹 如今的以色列左翼在政坛 已经几乎没有多少空间了 保守派带着人民彻底投美 断奶真的难 以色列也只能安心 做美国打入中东的一枚钉子了 好了 又是一次超长的分享 我们观察者网是一家时政网站 我们有一个观察员频道 是我们的会员频道 在那里您可以看到我们制作的新闻的花絮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设计采访内容 加入我们的方式就是 登陆观察者网的官方网站 观察.cn 或者下载我们的app 注册会员点击观察员 就可以进入付费 一年198 输入我的专属邀请码2333 可以减十块钱 也帮我增加一点绩效 而您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领取礼物的图片链接了 有了您的支持 我们就可以制作更好的节目 现在如果您充值或者续费观察员 礼品三选一 一个是张文木教授的战略学杂技 里面有一些张教授 自己在研究战略时候的思想记录 还有一个就是观察者网的专属书包 内涵夹层可放电脑实用美观 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 您是观察者网的亮仔 最后还有下次一定文化山 个性时尚 有了他和朋友吃饭 再也不用担心请客了呢 好了 祝大家变得更强 我们下期再见